天啊 排到什么时候 清晨六点 外交部中部办公署外 排队等办护照的民众 人流已经绵延到外头接脚 就在民众大探 不知道要等多久的时候 那你20号 你要吗 不要 我要 我要 那你20号要 我可以直接进去 队伍旁边突然出现一名男子 拿两张号码牌向民众兜售 有人付300元买了20号 另一名女子则是掏500元付钱 拿了21号的号码牌后 男子找她200元 随着疫情解封 出国人数大增 申办护照案件也变多 逢年过节常常要等上五六个小时 也因此有人都受号码牌 卖给排在队伍后头的民众 我上个礼拜等到下午三次点还没有 我今天是第二次来 但是如果为了方便 就是花一点小钱 还是可以接受就是 是 应该是划算 虽然外交部中办贴公告 不要随意兜售号码牌 否则报警处理 但号码牌属于无价证券 警方其实也无法可罚 外交部中办人员 现在只能加班办理护照 尽快消化身办人潮 也呼吁民众 不要买不明人士兜售的号码牌 以免发生糟纷 权益受损 和尽新闻号转给红年辉 台中报导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誓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